这里是中国管辖海域 我再次执行战备警群肉 以无权干涉 画面上秀出共军05C飞弹护卫舰南通军舰 先号533 但来从另一个角度看 河海军战和军舰严密监控 同样曝光的视角还有 五岳飞军舰紧盯中共南京舰 而康定军舰也是全程跟舰 来扰的共舰成都舰 截至23日傍晚6点 我方征获16艘次共舰和19艘次海警船 海巡同样全力出动 我海巡一拦舰监控共军一扬舰 海巡截至傍晚派遣14舰次 一船次以及61艇次 海上则维持6艘次船舰和25艘艇应出 陆地上我海军雄风飞弹发射架缓缓升起 海风四中队的飞弹车组织阵地警戒 而国防部23日晚间公布最新共机绕台资料 截至傍晚6点征获49架次共机 其中35架次预越中线及其延伸线 听到关键字了嘛 天后到底有多恶劣 若拿这次对岸释出的演习区域失忆图 套叠气候图可发现台海气候不佳 解放军展开为期两天的对台军演 即便二三晚间在金门是阴雨绵绵 不过金防部弟兄仍没停歇出动甲车实施战术机动 CM21装甲车出巡军方说是夜间机动属于例行训练 而我国防部长目前由文仁的顾立雄接任 未来发生第一级 权责上是由谁下达指令 仍然维持由部长来实施第一级 也就是智慧权反制的命令下达 新战环节自然不能少 军方制作中英文图卡 大大的中华民国国系上 强调历见戳不破民主自由之盾 TVBS新闻最重群 刘宇俊 叶峰伟 刘婷婷 台北金门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